台湾的内衣品牌代言市场 一向是性感女星们的兵家必争之地 而在近年来品味的改变 内衣代言人也不再是拥有 傲人上围的女明星的专利了 全而代之的则是有着人气背景 或者亲属女形象的美人 一向以傲人身材出名的智琳姐姐 这次竟然连前十都没有上 究竟这十大内衣女神都有谁呢 第十名李维未 演艺圈中著名的动靓美女 出道20年始终以知性气质的 一女形象闻名 去年初突破尺度 担任内衣广告代言人 充分诠释现代女性 年纪越大尺度越大的精神 性感指数急速飙升 第九名夏宇乔 15岁就出道踏入演艺圈 2008年主持美食节目 秦男大主厨之后 打开了知名度 2013年演出卖座电影总铺师 跃升为一线女星 今年打破尺度代言内衣品牌 以清新的风格展现 有别以往的女人味 第八名是从无名正妹 开始出道的拐拐许萌西 近几年来 稳居宅男女神的宝座 人气屈高不下 拥有着32D魔鬼暴露身材的她 早已是网胎内衣界 无可取代的衣姐了 最近将事业版图 延伸到了戏剧圈 展现更全方位的自己 第七名谢欣颖 是拥有较好外形 实力派的演技女星 2014年开始担任 国内知名内衣大厂的品牌代言人 才让她超有料的32C好身材 开始在镜头前曝光 从荣获金马奖 台北电影节 意大利亚洲迎战等演员奖项 肯定的她 以多变的演技和造型著称 第六名是过去火辣内衣泳装照 无限放纵的宅男女神张景兰 近几年开始转型 走更贴近自己 清纯可爱美少女的路线 没想到吧 第五名居然是大名鼎鼎的侯佩岑 已经连续第五年 担任内衣品牌代言人 堪称台湾最长寿的内衣代言女星 人生角色已经从亲属女到人妻 再转变为妈妈的她 将能如此长期维持高人气不坠的名声 归功于粉丝们的支持 台湾新生代本土剧女神白佳琪 今年也加入了女性内衣代言人的行列 携带着深耕本土剧所积累的高人气和知名度 让她首度代言就挤进了本次排行榜的第四名 第三名则是此前爆红的四千金曾之桥 今年已经连续第三年担任内衣品牌代言人 自从2014年拍摄内衣广告开始 便新路大开 不仅担任了多部偶像剧女主角 且代言邀约不断 去年更是荣获金钟奖提名 演技大手肯定 颇有重返当年Sweetie演绎高峰之势 第二名则是曾经小朋友心中的甜姐姐蝴蝶凯月 如今改变形象代言内衣 火辣性感的样子和以往完全不同 今年连续第五年代言台湾内衣龙头品牌的Janet 荣当2016的内衣女神第一名的宝座 总给人阳光健康超自然形象的写一分 作风阳派大胆 但是又给人毫无距离的亲切感 不仅身材好又拥有高学历 担任品牌代言之后 帮助品牌业绩年年上升 堪称金子招牌